那,就不自然有感受了 好方說,這個生活有心臭的煩惱 有病老的困難 所以,這個身體真的是人的一代煩 既然是人的一代煩 那,它是真不正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照這種一代煩的身體 我們就要好好來把握 把握,我們的心量要正確 把握,我們的定力要有夠 我們才能夠尊重的方向正確 這個,要好好,了解我們的這個生活 原來是這麼困難的東西 原來是很不感情的 到底為什麼要為這個身體在這個結構呢 要為現在這個環境呢 這樣在靜靜呢,為什麼就要這樣呢 所以,我們如果觀相立意了 就知道,這是不正的東西 人生好別的 所以,地位就是把那個觀念變成了觀相 所以,這個觀相立意了 所以,這個地位,他能夠照料一切煮飯 因為呢,因為呢,他會觀相立意了 所以,關相立意呢,自然呢,揣發一個地位 所以,有了地位呢,就能夠 破地一切下夢會執著 所以我们在飽墙 要選擇 这样的问题 和我 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esi性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只有 五君、五令,我們常常這樣在念 五君、五令,要有精神、精神、心令 我們還要有精神、君、精神 我們還要念君、念令,我們也要有定君、定令 我們京都要有肥君、肥令 所以我們能夠五君、五令,能夠精神 而且能夠說清金,能夠說無聲 這是真正能夠破綿掉了很多人生的苦難 所以我們合佛也是一樣 心靈也是很重要,我們這個經驗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希望人人選定的心、精神 那身為多元、共町廟,只要是正確的信念 正確的精神,我們主人的定徽都記住 所以要試試多用心 我希望你能夠多元、共町廟